現在好像延長到這裡 喔 那個游先生可以問一下 就是說當初這邊 現在這邊我們圍的那個 就是綁的這些樹是當初在裡面的嗎 對 那那個裡面當初是 像你們居民是可以進去玩的 還是說它本來就已經被封在裡面好一陣子 本來就是封在裡面的 所以本來就 對 它那裡本來就是一間很長的管 所以它經常不一定 那所以就在施工一開始的時候 這邊就已經被移開來了這樣子 對 九十六年的時候 九十五年底開始弄 然後九十六、九十七大蛙 那就是有沒有人是在 就是中央管制之前就可以 親近這些樹的 就他們的員工 就他們的員工 或是住在宿舍的人 住在宿舍已經的人 對 早期的照片都有一些 那對你們居民而言 就是比較熟悉的就是行道樹的部分 這樣 行道樹會比較熟 嗯就是 每天這樣子 就是 路過的時候就會看不到 謝謝 那這個好像是沒有在找牙的 有 這邊有 我看到有一個牙 這裡 它有牙可是 可是剛剛有意有解釋說 這樣 等它內部的 你們回來看就知道了 對 所以它 還是沒有辦法 如果他們不回 這個都日本時代種的 啊 然後 超過五十年是受保護樹木 可是這個樹 為什麼後來會出現在這裡 是因為它 這個樹站的位置 是在遠雄要開挖的基地範圍 所以它都被列為 再利用樹木 就不是不保護它 有比它更小顆的樹 站在圍牆邊 不會影響施工的 那一些就列為受保護樹 所以我們在講 兩百零 這很奇怪 當時 對啊 再利用樹木跟受保護樹木 是這樣子來定 再利用 他們當時就是這樣定 那個很清楚 那個超清楚的 你說受保護是指在邊上的 就是大部分受保護樹木 是在邊上的 對 不影響挖地基的 對 或是像那種細細的找亞歷山大椰子 它兩百零 現在市政府兩百零九棵的 受保護樹木裡面 只有三十幾棵是樹 其他的一百多棵 全部都是椰子樹 或是台灣海藻 或是福虧 對 就是非常大量的這些細的樹 就 那椰子樹的特性是什麼 十五年的樹跟五十年的樹 是長一樣 長一樣 所以它今天那個椰子樹死掉 老樹死掉 它很容易就可以取得一棵很便宜的貨源 去補這棵死掉的老樹 所以這種樹沒辦法 嗯 這個一棵樹 你去問園藝 園藝的工廠 對 就是那種園藝業者 這個一棵最少都六萬十萬 這個啊 最少 封箱 封箱 這一棵 這麼大棵的最少六萬十萬 你去那個建國花市 大概四個袋子的一棵六萬五千塊 還蠻長大的 蠻長大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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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沒有聽清楚的 你說當初他們移出來的時候 上面都有 都會有 有個牌子編號 都會有牌子是受保護樹木 或是在立用樹 嗯 然後會上面著名是松菸 就是台北文化體育園區 台北文化體育園區 台北文化體育園區 第一階段移植計畫 他們都 上面都會有 那為什麼上面的標籤現在都看不 都會抹掉啦 抹掉了 永遠沒有人記得他們是松菸菸 像那麼大顆 嗯 這顆有核吧 它有核啊 這也是日治時代的嗎 可是我們在講的 這 白千層都是日本時代的樹 台灣後來沒有在進口樹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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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到 靈魂下一批樹苗 一定是隔很多年之後 你現在看看 可是大哥 我沒聽到我沒跳 我通傳沒念牆 因為我舊的影片 我現在的影片還沒有印出來 我再把你叫到群組 好 如果需要我再給你 以前的那個牌子的照片 以前的牌子 對 對 我之前也是發了那個 我今天有在拿報告 對 然後也有看到 自己的生命有所要 他們 今天台灣人不屬於自己 對啊 劉先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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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劉先生不好意思 可以跟你要一下明天嗎 我沒有明天的 欸 電話出現 我們在新聞找忘了紗 我們在新聞找忘了紗 這是我的舊的 喔 OK 我是放傳媒的 喔你是放傳媒的 OK 謝謝 您是代表嗎 我是好奇寶寶 蛤 什麼意思 就是自己 我是公民記者好奇寶寶 沒有看過我的新聞 只是聽過我這個人 對 等一下我們接個那個臉書好嗎 謝謝 謝謝